这次邮轮聚会 最初是由美东的广外同学提起的 2009年夏天 乔欣和李丽带着女儿Amy去纽约和波士顿旅行 和当地的几位老同学商讨了活动地点与时间 原以为有很多人能来参加 可是最后只有9位同学及家属共20人成行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 王殿一与女儿Winnie 竟能特地从上海飞来相聚 等旅行结束后 又马上飞回去了 来自洛杉矶地区的有四个家庭 他们分别是李丽、乔欣、女儿Amy 使女Janny、冯永良与太太Penny、方冠宏与先生书雄年 儿子Albert、使女Annes、堂和与太太徐立昭 6月25日下午 他们特地提前一个晚上到达温哥华 利用第二天上午先去了伊利沙白女王公园游览 然后到中文辉漂亮的住宅探访 中文太太Carol曾在广外教书 所以他也是我们的校友 我非常高兴 作为东道主迎接来到温哥华 参加阿拉斯加游船聚会的广外同学 从跟大家见面的第一刻起 我们的欢声笑语就没有停止过 好像一下子都年轻三十岁了 同学中不乏多才多艺的能人 唱歌跳舞不在花下 光是摄影、录像我就学到不少技巧 Carol曾在去年跟她的妹妹一起去过阿拉斯加 所以她就不跟我们一起去 有中文辉带路 我们参观了著名的温哥华、唐人街和史丹利公园 中午我们就在公园的野餐桌上 吃着中文辉给我们准备的午餐 他跟他朋友一起做的那些点心和鸡腿 真是美味极了 6月26日下午 我们登上珊瑚公主号邮轮 这是一条排水量为9.1万吨的客轮 法国制造 建于2002年 最大载客量为2368人 船上的工作人员达930人 在旅途中 最低气温为9.5度C 最高气温为13度C 在船上我们见到了来自Florida的张绍燕与儿子Rodric 还有来自旧金山的黄一和及先生Dougley 女儿Tiffany 当巨大的游轮许许离开温哥华赶时 旅客们都跑到甲板上来观看 前方就是我们早上才去过的Stanley公园 在那山顶的瞭望台上 可以俯视这条连接温哥华城中心与北岸的师门大桥 在这时候 大桥犹如一把上方宝剑 威武地悬挂在巨人的前方 是否想逼退我们 当大桥正与他势不可挡的力量 勇猛地向前推进 慢慢地就逼得更近了 像是一座巨型金刚迎面扑来 可是大桥不欢不乱 一个多闪便轻快地折头而过 当大桥的围杆从船底下穿过时 甲板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鼓掌声 我们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下船 到阿拉斯加的辉铁上岸 在船上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个星期 途中曾在旅游小镇Catch Camp 阿拉斯加的首府Juno 和历史名镇Skateway 三个港口停破 上岸游览试容和做短途的陆地旅行 我们将在后面分别详细地介绍这几个地方 跟着我们这帮老同学外出旅行的最大特色 就是慌生不断 笑语连篇 我们出发前的那个周末 乔家刚开完一场大型的音乐会 在舞台上 乔新的爸爸 用他那不嫌不淡的广州普通话 对观众说 我有两个师父 恶师父的名字叫李力 众人先是听得恶然 等转过神来之后 又不禁捧福大笑 在这一路上 我们都称李力为恶师父 Penny小时候是在广州的军区大院里长大的 他的广州话不太灵光 将同在梅花村里住过的小叔称为春长 这又让我们笑话了好多天 从此就叫小叔为春长 郑莉丹 表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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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话 我找你啊 彭话 我们呢 彭话 我们呢 他说 她说 酷 这是英文的酷 彭话 看到你叫酷觉得 彭话 我们去那个油画 这个 auction 选你 reserve 了一幅油画 阿李看监制的一幅油画 不太便宜 不太贵 几百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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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元而已 到时候你去找数就行 彭话 我们也不帮你听着 我 会不会惹怒 是一個GIFT from the cruise